你講開晶片股 繼續是Ellen來的 他問過股 高通AMD等晶片股 即下季的業績指引其實都比預期好 他說NVIDIA現在可否在業績前就抄底呢 他說數據中心都應該會繼續推動它的增長 其實他一向都很貼心 他自己也做了很多功課 25號業績 事實上是 晶片股我覺得 剛才說的就是他之前拖低了很多的指數 或者今年晶片股其實做得不好的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之前的情況就是 你看到很多可能Graphic Card那些東西 是真的由高位回落了不少的 起碼三成斬了下來的 所以其實你說對於AMD、NVIDIA這些 大家會很炒他的GPU那類東西 其實是有拖累的 這個是價格上的第一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剛才Alan Tinker有好做功課 就是事實上AMD和高通出的那份業績 其實那個guidance不錯之餘 其實本身那個業績都強 因為例如AMD那樣 其實他這次跑贏了 就是大家初時想 你跑贏的數目的預期是否因為 原本市場沒有預算你收購了 Synos 那個影響令到你的收入那麼嚴重 但是就算撇除它 那個收入都是比市場預期好 而且那個guidance是不差 就是擺在Data Center 其實大家現在這一刻很多間 不只是晶片公司 其實很多有些硬件的公司 大家都不斷去拿Data Center去說 甚至可能有些人 有留意美股那邊 有些概念的 ETF 就直接說 有Data Center的一些ETF出來 就是當作是REX 但是其實你有機會是買NVIDIA的 是 所以其實證明大家是 真的比較熱去看Data Center這件事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就不喜歡博業職的 即是他跟著我們都知道 我不喜歡跟業職的了 不喜歡炒業職的了 我寧願 既然現在AMD出了業職是OK 又剛剛才開始走一棍 我就寧願跟那邊 AMD出完業職再再算 是的 都要看著 因為現在就是業職很影響股價走勢 還有一隻很大的股份 其實就是出完業職之後 如果跟市場預期有什麼落差 其實上落都真的很大 如果Andy說真的 價值投資的 或者真的比較長線一點 就不如出了業職 才再決定自己的投資部署